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 野浆花也能做鱼丸 屏东县岩浦香盛传野浆花 新为社区发展协会近来发挥创意 研发野浆花其鱼丸 花两三个月调出黄金比例 让口感清香不嗆 近日在北部展社会亮相 消费者十分好奇 成功习近 屏县岩浦香野浆花产量约占全台七成 地方发展特色产业 长期以来除了进宫切花市场 多将其制成包养品或用来包粽子 最近社区婆婆妈妈们 在屏东县政府农村再生计划协助下 将野浆花和其鱼浆调和后做成鱼丸 社区妈妈潘红梅表示 不能太香也不能太淡 光是掉比例就花了不少时间 最后发现五斤的其鱼 将配上125公克的野浆花末 才是黄金比例 入口即有清香 入侯之后更是口齿流香 其他地方吃不到 新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黄敏诚表示 也将花其余完除了到各地参加展览 现在也开放订购 所得投入社区公共事务 有兴趣者可以直接向社区发展协会联络